讲回安培那个案子 刚才略谓提及 现在你们一定看了新闻 很多东西的 因为你有一件是不是谋杀 是不是政治谋杀 那个谋杀过程是不是很有趣 是不是很有趣 是很土法 又是成功的 日本管制枪械有香港那么严 基本上他也没有用枪械 日本的恐怖动作也没有用枪械 他有很多花神 日本人想法多 用毒气 自制毒气 想起来这些东西 这个哥 杀人那个上山设也用水管 鞠了两个水管 然后自己做枪 其实北河湖用黑火药 炮掌拆出来都可以了 塞锅进去 塞锅进去 然后塞玻璃 铁等等 总之有烧伤力了 然后用电去点火 用电去开枪 所以那个枪真是没有枪的 总之他背着不觉眼 走近他 相当冷静的 你看到片子 他是做了样子 做粉丝 扮东西 那些 这个不是一种仇恨杀人 仇恨杀人就是 因为你的目露空光 基本上是 而冲动 这个百分之百谋杀的 因为他很有计划的东西就叫做谋杀 日本谋杀是死刑的 有的 不死刑就终身了 不终身也不敢放他出来 是不是 困到他脑子先 都不会原谅了 但是这些 杀了个这么重要的人物 是不是 光天化日目无法己 但是你杀他没用的 这个上山撤日究竟他怎么杀 当然这个等日本的警察 好过香港警察的警示厅 香港的警察现在都没告诉他 去年的梁先生他什么动机 我没解释过就算了 一抹抹下去是这些政治需要 本土独狼 恐怖活动 放大他 独狼就是真的 那两样就不是 但是你说独狼 我做个lecture 有空我去介绍一下 什么特性呢 独狼杀人呢 他是很个人的 他自己有一套逻辑 一套价值观 如果你和他谈 你根本不明白他讲什么 这个人也有这个特性 人们跟他讲话 他讲话 他们不太明白 还有他在他的逻辑里自我完善 不断地长化自己的信念 所以他不听其他人说 这些 但是他表面上是普通人 独狼的特性 因为如果你有精神的问题 早就被人留意 有人报寸了 他可能就不是 去年梁先生都是一个普通的仓务管理员 五十多岁 一个大叔而已 但是他思想里面是有些偏差 你当他 他就会一直强化这偏差 别人跟他讲话或者分析 他都是不入脑的 他就用了自己的套 香港的民主陆教里面信教的人都是这样的 自己信的人永远都对的 偷偷骗鬼片 强奸他都觉得没事小事 你们抹黑他而已 痴怨而已 有些这样的现象 教会化了的现象 当然了 你可不可以利用这些人呢 从而进来一场政治暗杀呢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性是不可以抹杀 虽然独狼是他独人的行动 我希望邓炳强出来一年过了 你解释一下去年那件案子 那件什么案子 你查了一年 我什么东西都查不到原来 只是知道他是独狼而已 是不是 独狼就是没有其他 你查不到其他派系 哪派哪个叫他 谈查不到 查不到嘛 查不到就没用咯 简单 我要一个真相而已 你抹是不要紧的 你抹人不是有很多人信的 有很多人悼念他 我都不是特别贊成悼念 我搞清楚他什么事杀人了 如果他为了正义杀人的 我心里悼念我的事 这关你论 但如果他真是狠狼 真的是独狼 思想偏差的 那你又没有什么狠狠 这些 叹息一下 以后大家留意一下身边人 思想走了偏激 都开道一下他 不要害己害人 是不是 这样就对了 是不是 如果他有崇高理想就不同了 但是这个 上三次可能有崇高理想 因为崇高理想 所以去杀这个首相 当然直觉你觉得他是 当然不喜欢他啦 但是自卫队 军方来的 军人来的 退了五 这个安培对军队是好的 抗军在他任内 现在他说的2012年 去年整十年 之前做过两三年 战后最长 在2006年那时做过 后来身体不好就交了出来 在战后来说 他是 日本基本上是万世一系的 基本上好像是除了一个叫村山富士的人是社会党之外 其他都是自民党 但是他里面有派系 不同派系 他有百值的 据说他控制到安培系是最大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首相 他现在还是 虽然他不是首相 所以你看到他的影响力 他说话 一个过气首相说话 卡蒙伦说话 有没有人理他 那个什么 梅什么夫人 上任首相 名字都不记得了 早两天还记得 朱利森美 朱利森美说话 还有没有人理解呢 我们梁振英自己 没有人理解的话自己不停说话而已 一个过气就没有人理 但是他有人理 他还有民望 所以他这次是帮人助选 去到一个较小的城市 在街头 你看他在街头整个苹果箱站高 当然附近一样有保安 一样有警察保护他有特警 应该反应甚差 被人罵了 这些特警 开第一枪还没有人扑上去 遮住他身体 不知道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 你看片是跟着的 但是中间总有一两秒 因为他那枝这样的枪不是白砰 不是可以连发的 砰 然后又跟着开 继枪之间有人扑上去都可能救得回 总之就救不了了 很大队医生抢救几个钟头 因为失血过多 都是正中一些要害 打了一遍动物 失血过多 所以家义的身体不是很强健的人 那就走了 但问题是走了就走了 如果你当他是一个暗杀 你要问谁要杀他 这个立刻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谁想杀他呢 谁最不想杀他呢 我们的常识 我不要 常识是重要的 不过我说你要质疑常识的 因为事物永远是背后复杂过你假设 当然你当然觉得老共杀了一对 因为他亲台 撑台湾坐你出面了 他不做 手上都吵架他 出了外交部 但是昨天外交部召立坚说 中日友谊作出好贡献 什么好礼貌的对他评价 各个手路都很高的评价 这个不要紧 但是背后很恨他 这个是真的 但是不是他 不是说坚明的 全中国的外国人士看了那么久的神剧 所以每个都高度鼓掌 开心的 这个已经是政治了 这个政治就会被大翻译的了 台湾一定很多 台湾这些日本很聪明 香港也有很多人认识日文 翻译了他 给日本制听 啊 这样啊 挑剥离间 这些会不会是违反国安呢 当然是违反了 因为影响中日关系还不是国安 香港也有很多蓝丝 哇 有人要求这个 有人要求这个景翠 邓炳强正视 说这些蓝丝这样啊 鼓掌啊 影响外交关系啊 但是中国政府还没表态 邓炳强当然不懂了 根本不知道什么事 我刚刚说的事情他识一成是很聪明的 但是呢 我也不贊成任何骚扰的 对于言论自由 因为什么羊安 或者羊仔那些 那个小孩哪会明白那些政治含义 纵纯你有 这样就找了人两年 这些就是文字玉了 香港已经文字玉够多了 你说用文字玉对付那些蓝丝好啊 嘘好 动他这样 我愧疚啊 转头拿来对付那些民主人士的啦 聪明点啦 所有事情 你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都不太多事 不要挂扰 骂他 吵构他就算了 明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很多人是很小鹅鸡的 是我这样的 懂得分析这些事情 又跟党跟派他就觉得安心舒服啊这样 跟着教主讲话就算了 好了 我要丰富一点 说多长期 你看看这个国际正义下国哪个人得益呢 第一个反应那个 得益可能最大 谁第一个反应呢 蔡英文 你说不在台湾掌扎决 未必是 当然 但是他反应最大 因为他得益 他觉得自己其实应该高兴 为什么呢 他人死了 但是他倡议的事情 在这一阵子强力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 因为他被敌对派是杀的 一般人错觉就是这样 陈水扁 你说他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呢 当年那一枪 他就赢了总统 那一枪改变了台湾的格局 本来他连任可能不行 他连任不了 他做不到八年 做不到八年 国民党拿回权呢 那当然不知道 已经马英九上了 马英九不是差的 当时受欢迎民望 比马英九没有八年先 那就大件事了 民主党回不回身都是问题 所以整个格局变了 那一枪 赢了那么多 0.02% 几万票 台湾的格局变了 所以这些政治确实有没有什么 现在是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他还有两天就参议大选 参议大选就算了 多个议员少个议员不是 要自民党拿到三分二是难的 但是经此一击之后呢 可能顺利拿到三分二的 因为他就是想拿三分二 所以他才到处帮参议员 站街也好去助选嘛 这个百分之百是自民党右派 是反中的 还有赞成修宪呢 如果修宪改日本的议法第九条呢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的 他就不是一个 即是受限制 军备受限制国家 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方法就是 即是因为战后 日本的宪法就是马克什搞出来的 但是他们算是跟随 现在日本人很守规矩 有香港人很守很快的 但问题是他一改了就变成平均了 他就觉得是带着道理 抗军了 这个安排任内就是将日本的军费 如果你将日本当是一个和平国家 即是非军事的国家 那他的军费是高的 他已经去到2%了 那可能再加了 不得了 因为他是第三 GDP 第三 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中国 十年前他是第二 十年前而已 不是很久的 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但是中国的旧法水面 被他按下去 还有他如果强军之后 他不只是保护日本 谁打了他 他也保护台湾 说明了 这个这么重要的盟友 你当然是想法律过 他人死了一条法律 即是改宪 改宪要参议员三分二 我就没看到这个数字 估计会不会出现改宪的事 因为改宪我看了很久留意了很久 参议员 他就像美国那样 参议员和众议员 参议员已经过了有三分二 建议都改宪 如果众议员都过了 他改宪成为事实 就迅速军力可以膨胀了 迅速膨胀 即是变了Mandate很强 如果他这么说 他死了是不是对这个方向很有利 是不是 如果是 我们讲谋杀案 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常识性 问阿超就知道我们是行家 查案如果有人死了 谁得益最大 如果他是被谋杀的话 怀疑那个得益最大的 那说是不是台湾得益最大 蔡英文得益最大 这个盟友死了 美国得益得很大 美国很想日本走开军事化 现在他认为能控制他 以前侵略过军国主义 谁最生气 最不想他参议员 不是说安培死 是说参议员可以顺利修献日本进入军国 就是正常国家 即是军国国家 可以富国强兵 可以强兵 好像大陆那样 大陆从来都没有枷锁 终于扔多少钱进军地 多少个比例 现在是因为他的国力强大 所以比例自然 不用比例高也很高 但日本要增加比例 那就要政治上配合 一想到这样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说这是政治谋杀 是否有可能呢 当然你反过来说不是那么容易 我不是说技术 技术上是难 但不是做不到 找一些人洗脑 然后明白 是不是 孤狼都可以制造出来 要的话 现在 心理学科学这么聪明 好了 就是 聪明就应该解人解义 老共 老共一定解人解义 但不聪明那些就是民间那些 那些不聪明是被政府教育不聪明 好 基本上分析就是这样 再讲多一讲这个安培的家族历史 他的家族全部都是反中共 他的言行都是 就是鹰派手上 他的外公呢 不是外祖父是岸信介 是战后曾经是被审判 审讯结果没有事 就是战反 战反就是侵略 但是他又很亲台湾 曾经去六十年代 就已经去台湾访问 和蒋介石很友善 他又说因为蒋介石宽大对他 所以说对台湾很好 辅在台湾 这个是岸信介他外祖父 而他外宿公叫座藤荣座 我们小时候听过第一个座藤荣座 第一个很长任期的首相 是不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 代替那个叫福田豆夫 是不是 大平正方 跟着那几个首相 都算是这样 小时候那些名字很容易 容易立了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但是他也很亲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不喜欢共产党 那是右派 就是你说日本规国主义 就是右派 他们都是不喜欢共产主义的 所以呢 1967年他也来过台湾 座藤荣座 这两个 岸信介和座藤荣座 本来他是准备去台湾的 他任内应该没有去 应该没有去 暗杀日本首相就不是传统 这次是战略第一次有事件 所以他们的 你说他们的松懈都是正常的 没有发生过的事 下来就是松懈的 但是战前就在历史上 你稍微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就知道 杀过四次 最少四次 就是很多个首相 在打仗 那些那些 好了 算了 我都不太记得清楚了 大家知道 这个影响的格局是什么呢 如果 现在那个岸田文雄都是他家族的人 基本上会成作 所以在美国来说 不会怕美日的关系 因为他下了台一年 正好牺牲了他 所以你会觉得会不会是 服从战略要求 美国下半期 台湾都下半期一天 香港当然不会 如果老共醒 就下半期半天 就是哀悼一下他 又做不出 很噁心 那些小熊粉看惯 抗日神剧 就是瘋了 又做不到的 这件事 高手才做到 但是做不到 希望那个结果呢 就是早点知道 就是可以查到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政治动机 他只是说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有很多理由 但是你说过去十几年 日本放在最差的经济条件里 搞定了 就是他那种 经济政策OK的 很多人受惠 军队也受惠 军队增加了军费 那这个作为陆战队的人 为什么会恨他呢 那我都说的 那样子都不懂 就是独狼就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 防不升防就是这样 可能他自己一套的想法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事 那梁先生什么事呢 梁先生只是喜欢看《苹果日报》 所以 看到封了他 所以 这是理由 政治是这样 可以是理由 而且合理的 你封了《苹果日报》 我对你警察的 那你又不要乱这么连啊 是不是 政治是要认识多些的 好 讲完了好吗 43分29分